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及独具特色,回味无穷的凉皮 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 一席面时,有凉有热,有蒸有煮,有煎有烙,有炸有炒 从发面的烫面的死面的,一直吸到几成发面几成死面 这当中,无不浸透着那浮游神秘色彩的宫廷文化 生动有趣的市井文化,以及暴露万象的民俗文化 而蕴藏在陕西小吃中的那些传说典故一文趣事 稀稀品来,无不让您赞叹大清先祖们的聪明睿智 而这将是一场中国人与陕西味的久别重逢 也是一场陕西味与文化味的互素钟情 齐山是西周王朝召集之地 是古老璀璨的周文化发祥地 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然而一座县城,因一碗面而广为人知 这在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中是极其少有的 当时说是渭河边有一个蛟龙 大家都说是一个怪物 说这个祸害百姓 所以周文王就下令说去把这个给杀了 杀了之后人们就说是吃这个肉就可以辟邪 后来就用这个肉剁成丁,剁成这个面 所以流传下叫齐山扫子面 古老的传说为齐山扫子面 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而齐山扫子面也以其独特的加工原料 精湛的制作工艺和神奇的传统时俗 让人们大为赞叹 正宗的齐山扫子面 讲究五色独具,酒要别臣 五色即红,白,黄,黑,绿 九大特点为酸辣香,尖西窝,薄金光 就是这些口味相传总结出的精疲要点 贯穿着齐山扫子面制作的始终 所谓酸辣香是面扫需要达到最高境界 五花肉丁以大量的油翻炒 料酒和各式调料的融入 释放出了肉丁的香味 这是齐山当地特有的齐山醋 与其他地区的醋相比 这种醋颜色淡且红亮 口感酸度高 味道醇厚 仿佛就是为了齐山肉臊而生 大量的醋覆盖过肉丁 二十分钟后 再次放入齐山醋 盐和大量的辣椒粉 炒制的过程中 肉中的油渗透出来 肥而不腻 醋的酸 辣椒的辣 肉的香 完美交融 酸辣香 至此告成 不过 肉丁只带做成汤 才算是完成了它的使命 葱 姜 醋 呛锅 放入水和肉丁 再加一佐料调味 为接下来的美味 进一步铺垫 趁着锅中的余热没有散去 倒入少许油 下蛋液 可使蛋液熟制成蛋饼 之后切成菱形小片 留待随后使用 薄 精 光 说的是 面条本身 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多面少水和适量减盐的融入 必不可少 经过醒面 擀成薄到透光的面皮 使用一些淀粉 可以让面皮的光泽度提升 进而切出韭菜叶宽度的面条 因为薄 所以面条熟得很快 捞出后 过一遍凉水 一遍热水 面条变得光滑筋道 而此时 豆角 胡萝卜 土豆 豆腐 早已被切成丁 分别焯水烫熟 一同止于面条上 再加入做好的肉扫汤 鲜艳的红油汤 或者各色的素扫 与鸡蛋片 点缀着扫子面 可谓是五色独具 除了看起来颜色丰富 吃的时候更要热气腾腾 当地的话形容为 煎 面少汤多 西字概括再恰当不过 而一个汪字 则恰如其分地道出了 祁山扫子面油大 汤浓的特色 陕西好吃的面条非常多 其中有一种面 很多人都是先对它的名字 产生了兴趣 在品尝了之后 就将这种面条的滋味 深深印刻在味蕾上 这就是鼎鼎有名的 扬扬面 弯弯曲曲 巧妙幽默的扬字组合 不仅凸显出面条的特色 也显露出陕西人心慌豪爽的性格气质 一点飞上天 黄河两道弯 八字大张口 沿字往里走 左一扭 右一扭 左一长 右一长 中间夹了个马大王 心子底 月子旁 留个勾搭挂马堂 推个车车 逛咸阳 这是一首在陕西关中城乡 流传很广的歌谣 唱的是一个字的写法 说的是一种老少皆知的小吃名称 铆铆面 这是一个字典未录 字库里也没有的字 但它作为陕西地方独有的汉字 其歌诀却久唱不衰 这是一种手工杆质 宽似裤带的面条 长 二十有余 调一各色扫子 有婆娜的香蝉诱人 关中农村妇孺皆知 家家会做 人人洗食 阐西这个胃盒 最早有的就说是叫什么 铆铆盒 所以起名叫这个铆铆面 也有的说法 这个铆铆面 它是在操作的过程中 就会产生这个铆铆的声音 所以叫铆铆面 除此之外 也有人说 铆子是一个落魄秀才所造 民间种种传说和种种富贵 已无从考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 铆子为文化造字 千年流传 留存着当地人的文化记忆 铆铆面能让人们如此印象深刻 炸酱的滋味功不可没 切成黄豆大小的肉粒 放入烧成五成熟的油锅中 炒至变色 以此加入料酒 葱 姜 老抽 生抽 花椒等调味品 进一步翻炒 随后加入甜面酱和水翻炒 关火后 放入少量鸡精 与油泼扯面的面条制作方式类似 不同的是 铆铆面只需师傅将面条向两端称长 少了从中间纵向扯开的步骤 因而铆铆面比油泼扯面的面条更为宽厚 这也使得铆铆面需要水开三次的熟制工序 最终 将炸酱浇在面上 一道经济实惠 且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铆铆面 呈现在人们面前 每到夏天 江水面就成了陕西人饭桌上的常客 这是一种以姜水做汤汁的面条 能清熟解热 促进消化 增进食欲 是下令佳品 其实这个江水面 它也有一个典故 古代的时候 就说有一个顾客 去一家店里去吃饭 但是这家店里没有菜了 做这个面条没有菜 店主发现 他前一几天 在罐里放的这个白菜 最后手就把面汤倒进去了 他就打开这个缸 看里面这个菜颜色变黄了 口味有略略三味 口感不错 他就用这个菜做了这个面条 这个顾客就说了 既然你这个是拿姜水泡的这个菜 做出来这个面 我们就起名叫姜水面 所谓姜水 就是煮面后锅中的面汤 越是浓稠 效果越好 在面汤中加入石令蔬菜 如芹菜等 加热烧开 随后倒入干净的玻璃罐中存放 两到三天后 发酵锅的芹菜变得略微发黄 而整个姜水浸透出一种与中不同的酸 酸而不裂 酸中愈香 酸得平和舒服 这样的姜水和姜水菜 才是制作姜水面的上品 菜籽油炝锅 加入辣椒 花椒 花椒锅的芹菜 再佐以盐和十三香 最后倒入姜水和适量的水 从而调配出最合适浓度的卤汁 鸡蛋和面 反复揉面 筋性凸显 醒面 擀成面片 切成九彩叶的宽度 由于面条较薄 开锅后 添上一次水即可出锅 捞面出锅 浇上姜水卤汁 本来色味清淡的面食里 配上晶莹剔透的芹菜 调上火红的辣椒 朴素的生活就在不经意间 生动了起来 吃上一口姜水面 汤汁浸凉 酸辣爽口 在以往物质生活极其贫乏的年代 姜水酸菜不光是日常饮食里的调味品 更重要的是 它还担负着储藏蔬菜 聊以冲击的众人 岁月仍然 江水面从来不曾离开过这方水土 它就像农民眼中永不厌倦的土地 简单平实的 守望着人们的生活 形影相随的 记录着岁月的冷暖 常言道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油高的高与高低的高同音 所以吃油高也被北方人赋予了很多喜庆与祝福的含义 陕西的油高有很多种 而最高档的当属泡泡油高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油高是如何制作的 那么对于泡泡油高来说 它出现在唐代 唐代当时有一种宴席叫稍微宴 它里面有个名店叫建峰霄 当时唐代的宰相 韦居元曾用建峰霄来款待了皇帝 从而著名 建峰霄 它四则 结白 表层的泡泡 它建峰就霄 所以说我们把它称为建峰霄 那么现在随着社会发展 我们慢慢的中国改良成为现在的泡泡油高 如今 脱胎于宫廷小制的泡泡油高 虽然已经没有建峰即消的特点 但是在制作工艺上 仍然需要达到相当高的精细程度 配比的大油与面粉搅拌 以滚烫的开水 搅入其中烫面 搅拌均匀 盖上盆子 焖几分钟 除了面油水的独特配比外 擦面也是不能马虎的 全凭师傅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 双手使劲将面擦在案板上 反复擦开 这样水被油锁在面团里 预热可变为水蒸汽 将面粉吹起 泡泡油高因泡泡而闻名 却难免被与油条的蓬松须杖混为一谈 师傅们为我们道出了 泡泡油高最关键的工艺难点 那么对油条来说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和面的时候 反碱盐面团 那么对反碱盐面团来说 它是反和碱和盐 发生化学反应以后产生气体 让它蓬松的 而对泡泡油高来说 它是物理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们在做这个泡泡油高的时候 它的原料很简单 就是用的是面粉大油和水来进行制作 简单的原料 不简单的物理反应 就算是有着多年经验的面点师 也不敢保证 每一次都可以做出完美的起泡 上好的连绒馅料 包入生批中 揉圆 压成饼 师傅抓住了展示厨艺的绝佳机会 正宗的泡泡油高 对油温的要求极为严格 微妙的原理 在当中起着千丝万缕的作用 当油高投入到八成热油锅的瞬间 内部水蒸汽大量形成 气体急剧上升的同时 面粉中的蛋白质发生性变 延展开来 淀粉膨胀 焦化 气泡逐渐形成 并在高温环境下固定下来 这一切的作用最终促使泡泡油高 高深 色泽乳白 表皮蓬松 泡泡如青纱治旧 蝉腻捏成 大年初一吃点泡泡油高 希望一年更比一年好 签心居 改新房 吃点泡泡油高 希望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 小孩过满月 老人庆寿 吃点泡泡油高 祝福平安长寿 岁岁高 金县油塔 是陕西西安地区的一种名贵的汉族传统小吃 它曾多思细松眠不腻 其形状提起似金线 放下向松塔 故而得名 相传始于唐代 原名 油他 一度成为达官贵人 巨富商骨 款待嘉宾的上乘美食 后经不断改进 走入千家万户 成为一道普通百姓 都可享用的民间小吃 金线油塔的制作并不简单 需要一定的记忆 调好面团是最重要的工序 试不同季节用不同温度的水调制 面团要韧中有柔 筋力适当 加盐醒面 以增加面的筋性 从猪皮上剔下的优质猪板油 剁成绒 加入适量的盐和十三香 用手搅匀 可使猪油肥而不腻 包酥 案板上刷一层油 将面擀成四方形 猪油抹在面饼的一半 将面饼对折 四周捏实 开酥 用力均匀 将面饼擀开 尽量擀薄 成四方形 实不厌精 想要达到一丝丝的筋线效果 似乎还需要特殊的制作手艺 沿着面饼的边 切出约一指宽粗细均匀的面条 顺着一边把面条卷起来 卷成圆柱形粗的面条 将圆柱形粗的面条 称长称细 直至想要的筋前粗细 面太硬容易断 太软不容易出现一丝一丝的筋线 活面的重要性被再一次印证 繁密的筋线 就是这样反复对折再称长实现的 繁琐的制作过程中 蕴含着有趣的数学道理 师傅为我们介绍了计算金线油塔 金线数量的简单方法 像我们称条呢 你基本上呢就用十五六根 它为一组 这一组呢你把它称细之后呢 你可以对折就是三十根了 我们三十根呢把它称细之后呢 我们再一对折就六十根 六十根之后呢 我们称细再一对折就是一百二十根 再一对折就两百四 下来四百八 下来呢就是九百六 手掌用力将一节节的面条碾压 盘开 紧而轻轻卷成小圆筒 立起来 窝成塔状 而前边制作过程剩下的面料 也找到了他们的用武之地 两张薄面饼 一张铺在壁子上 防止油塔与壁子粘连 一张盖在油塔上 防止水分蒸发 两个小时的时间 足以让油塔充分蒸熟 出锅后揭开盖着的面饼 用手略加轻拍 抖松油塔 放在盘里 提起向金线 放下向松塔 金线油塔还有一个俗称 麻布串 加起来千丝万缕 口感上绵软带韧 口味微咸 虽然里面含有大油 看似油腻 但足以酱油 醋 蒜汁等一同食用 可谓别有风味 1997年12月 首届全国中华名小吃认定活动中 西安饭庄的金线油塔 被认定为中华名小吃 而金线油塔不负其名 如今 造一座位高档宴席点心 享誉四海 肉丸糊辣汤是西安回民清真小吃 它源自西安 可以说是蔬菜牛肉丸子汤 或者说是牛肉丸烩菜 最大的特色就是汤要勾芡 据说肉丸糊辣汤另外有一个雅致的名字 叫八珍汤 号称八珍自然是有些夸张 不过这也说明糊辣汤内容很多 烹调起来也很讲究 如果你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 那么早餐是有八九吃的是糊辣汤 糊辣汤这个名词伴随着很多人的儿时记忆 这是陕西最经典的小吃之一 可以说凝聚了陕西小吃的精华 糊辣汤是西安回民的绝活 几乎卖糊辣汤的店都会有清真的牌子 而糊辣汤的精华在于汤 必定要用好的肉汤 牛磅骨 鸡架冷水下锅 放上葱姜 大火煮上烧开 小火炖制 四个小时后 鲜香滋味融于一锅黄亮的汤汁 这是糊辣汤的灵魂所在 肉丸糊辣汤中的肉丸 主要原料是牛肉 牛肉剁成泥 加入老抽 胡椒 花椒 盐 等调味品 再加入淀粉 从而增加肉质的弹性 边加边 参砍肉泥的光滑程度 进而用手 搓成直接盖大小的丸子 漂着牛油和牛骨髓的肉汤煮沸 放入肉丸 带得肉丸浮起 放入切好的胡萝卜 土豆 豆角等适量蔬菜 每家加入的蔬菜不仅相同 不过放上老抽 花椒粉 小茴香等调味品 都是咸香适口 做好的胡辣汤都会有着粘稠浓郁的芡汁 这是淀粉的功劳 勾芡看得见蔬菜 而蔬菜不沉 是最佳境界 在陕西 毫不夸张的说 几乎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 就会有胡辣汤 早上 穿行在贝街小巷 随处可以闻到一口口大锅散发出肉汤的香味 听到很有特色的叫卖声 吃前 浇一勺店家精心熬制的红艳艳的辣椒油 吃吧 舌尖发麻 胃胃冒汗 浑身舒坦 这便是陕西人的风情 陕西人的生活 西安 丝绸之路的起点 唐朝市国内最大的牛羊肉集散地交易所 现如今还保留着西洋市 东洋市等街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这些都为水盆羊肉的出现和兴盛提供了条件 西安的水盆呢 一个就是做的时候 它是用铝盆来煮的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吃的时候 是用那个碗呢 比较大 陕西有一个八大锅 就叫盆碗封不开嘛 所以就把它叫水盆水盆 羊肉本属秋冬季节的温补食品 但经于烹制牛羊肉的陕西厨师 为适应人们的下令需求 创制成水盆羊肉 因多在农历六月上市供应 人们也称六月先 给予赞誉 羊油 山羊肉 羊骨头 浸泡六小时 浸出血水 去除山味 羊骨头冷水下锅 加酒去腥 烧开水 打掉白沫 加入羊油和特制的调料包 中国古代医学认为 羊肉是助元羊 补精血 易老笋 暖中味之佳品 属热性 然而 炎炎夏日 为了吃羊肉不上火 陕西人创制出 有心仪茴香 花椒豆蔻 草果等 多种调料制成的料包 再加以浸泡和清洗 取出苦味 黑水和污垢 不但能为汤汁注入浓郁的香味 更可以打消人们 上火的顾虑 羊油呢 它在煮化之后 主要起的一个是密封作用 而且就是保住它的水缝 不让它裁 此时 羊油已经熬化 加入羊肉 两个小时大火煮 两个小时小火焖 肉变得香软酥烂 捞出 在案板上充分放凉后 将羊肉切成片 铺在盛着粉丝的碗底 加上些盐 鸡精 胡椒等调味品 盛入滚热的羊肉汤 浸透碗中的粉丝和羊肉 倒出去 如此反复两次 再盛满汤汁 是为 毛 毛 也就是 烫熟的意思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水盆羊肉 登场了 盛在西北地区特有的大海碗里 热气生腾 碗中汤汁清亮 粉丝烂而不软 羊肉亮足肥美 汤上漂浮着翠绿的香菜和葱花 喷香诱人 吃的时候 也可以配上刚出炉的白鸡馍 夹着羊肉 或者是把馍掰开泡汤 汤清 肉烂 磨饼酥软 还有些许麻椒的鱼香 别具一番风味 陕西饮食 很多都保有 周 秦 汉 唐 等十多个王朝的遗风 特别是小吃 美不胜收 借着历史古都的优势 使陕西的小吃 博彩全国各地小吃之精华 坚收各民族珍修之风味 特别是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来 饮食产业随经济飞跃而蓬勃发展 烹饪技术随科技腾飞而有了长足进步 好了 本期的网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